2比0 应该有可能2比0拿下来的球 对,其实第一局我们一直开局比较胶着 然后在中半段的时候,我们快就快把比分跳开了吧 然后最后有几个球,自己的一些失误 包括对手的踏球质量非常高 导致我们直接的失误,然后到了关键分的时候 他们最后很微妙的这种 到了关键分就是不一定是实力了 就是运辞的程度包括有时候这种细节 第一局输了 现在郑州的时候输了给他们 这一次有什么特别准备他们的问题 其实打起来都比较稠的 而且平时在队里有打 他们也是确定发现比较快 然后我们跟他们打的话 没优势的话,就要在平主党里 尽量都放上镜头版 所以第一局其实开始打比较消除 但是在中半段的时候,我们有几个交换交除 但是在后半段的时候 对手在滑球这几个交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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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实这时候做得非常好 一直跟我们在咬我们 一直想能够2比0拿下我们 所以说一直都比较休息的吧 进了思想之后 是不是往两个人的那个最高的目标就更新了? 对,其实自己在全运会上面的单项从来没经过前四吧 所以说今天我也一直在提醒里面说 一定要坚持,一定要拿下一场比赛 然后我们一定要去走个动点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